切成柚子皮剥 划几刀 然后把皮剥下来 今天我们用到的是这个柚子皮 很多人不知道柚子皮可以吃 其实处理好柚子皮很好吃的 用刀把表面的这个黄色的皮给它去掉 再削掉一点这面上这层比较粗糙的白杆 然后把它给切成三角形 切好了块呢 我们在这中间给它画一刀 弄成这样子就可以 嗯好吃 酸甜酸口 玻璃水开来把柚皮放下来焯一下水 加入一勺盐去除它的苦味 不要焯那么久 大概煮了两三分钟就把它捞出来 看着煮出来的黄色的水是很苦的 捞出来过冷水 这样子呢放到冷水里面 尽快一个晚上 就可以有效的去熟它的苦味 放软的香菇拿出来拧干水分 然后再给它切碎 把香菇加到事先剁好的肉馅里 再切点葱白 接下来给这个肉馅调一下味 加入两勺的生抽 半勺蚝油 再来小半勺盐 再加入一勺淀粉 一小勺胡椒粉 再有适量的油 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是浸泡了一个晚上的柚皮 我中间晃了几次水 已经完全没有苦涩味了 给它挤干水 接下来我们就来酿这个柚皮 往里面塞肉 其实这个做法呢 就跟酿豆腐是一样的 把肉填满 锅里水开了上锅蒸10分钟 我们来准备一碗淀粉水 清水里面加入半勺淀粉 还有少许生抽 好了我们的柚皮酿蒸好了 真漂亮 另外起锅把蒜蓉放下来煸香 蒜蓉扁出香味了就把淀粉水倒进来 好了煮到这样子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就要把芡汁领到上面来 最后撒上一点葱花 我们的柚皮酿就可以开吃了 好吃又好看的柚皮酿 然后营养又丰富 这个柚皮呢它有紫壳化痰的作用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